还是还是给我不少的这个 你说惊喜也好啊 还是说意外也好啊 尤其是这个火北新辉的 这个19号万象 在开场的前五分钟啊 他有多次的这种 无球的表现 非常的突出 汪秀浩 就是小将的孩子 对不对 我们也看一下啊 就是刚开了一会儿 我们待会儿重新重新会 就是三分五十四秒 因为开场就有进球 其实做视频分析呢 或者说以这种直播的形式 在线跟大家一块儿 来聊这个清训的比赛呢 也是也是这个阶段 我的一个尝试吧 包括做这个视频分析 因为我在这些年 带孩子踢球二练球 包括作为这个 从最开始学球 到到到现在 感觉呢 这个视频分析这个 这部分实际上 尤其是这种 给球员设计的啊 设计的这样的 弯向 对对对弯向 就是张门给一个球员 去量身打扫的这种 视频分析 或者说评估 还是停 别给主播接着 小剑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们看那个阿森纳的 纪录片 就亚马逊给他们拍的 这个纪录片里面 曾经有一些片段啊 就是看到阿森纳的 这个教练 团队中有视频分析师 然后会带 比如说某一个球员 比如说怀特 怀特在那阶段 可能状态不是很好发挥呢 也欠佳 所以他会单把他带到这个会议室 给他放一段视频 然后大会大会给他分析一下 讲讲 但是真是说在清训 清训这个这个层面呢 甭管是 国内或者说国外的 就是一对一啊 不是说给一个球队啊 不是主教练 不是助理教练 带着这个 整支球队的球员 来去回顾一下这比赛啊 再去给他们讲啊 比如说一些基战术的一些东西 但是这种一对一的分析 还是比较少的 因为这个比较花时间啊 无论是主教还是助理教练 还是视频分析师 他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时间 花在这个一两个球员身上 然后因为他首先要去回看这个比赛 然后再去做一些记录 再给球员再看一遍 这样的这种做法 我相信可能会有 但是真不是很多啊 还有呢 佩佩去欧洲了 估计会拜访我 没有 好像没有联系吧 他去的是前南地区 前南地区呢 他不用 他不用 那个那国家呢 他不用签 所以他从那来这 估计还是比较困难 除非他在那边 再办一个生根啊 之类的 嗯 虽然我们都互相关注啊 但是 嗯 我还真看过万象最开始 对万象昨天的视频中呢 我们也 我也提到了 就是去年清超的比赛 我就觉得这个孩子 是跟其他提边路的球员不一样的 当时我也说了 我说呢 其实他是可以去打一个中轴线 包括昨天的比赛 也是提了一个8号位 还是10号位 第一个进球也跟他有关 这样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河南对江苏这场比赛 这是开场20秒 嗯 这个视角呢 反而就就凑合吧 离着这个球场比较近 嗯 他到时候会有一些切换 最后就一个人亮灯牌 是吧 上个灯牌 对啊 就是 无所谓啊 主要是这个 嗯 晓不亮可能会对这个 这个平台的推送 推送有一些关系 嗯 嗯 身穿黄色球员 球衣的是这个河南星途 江苏这边 我不知道他的前身是哪个队啊 嗯 嗯 那这比赛呢是35分钟半场上下半场中间应该休息一个十十五分钟 该不止塞尔维亚是吧 哦 哦 反正我听说他去要去一段时间 那这数号就是你们提的汪修浩好像 嗯 嗯 他还主罚这个进区前沿靠右一点的任意球 穿一滴滚球一配合 哎呀 这个这个镜头切的 还挺快啊 我买了我买了 我要不买的话 咱们怎么怎么怎么看啊 天边 因为我觉得还可以 嗯 这个价格比那个Metrica要 要要要要还亲民 而且很强大这个软件 一星西甲09队 这什么意思 一星西甲09队 本来去西班牙 当然要等对方国家签试收到三个月以上 啊 那么长时间 切的吸水 没错 谭子哥是谁 谭子哥就是 原来应该是富利的吧 啊 他是去年 通过在波兰的一个华人 啊 介绍过来 结果被那人给骗了 啊 这个事儿也也确实挺挺窝囊的 而且这个人不止骗了他一个啊 听说之前在其他地方也有 包括在华沙 有一些啊 有一些华人 所以呢 这孩子出来踢球啊 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 问清楚啊 多问一些 嗯 之前也先 其实现在到现在 有人一直是给我发信啊 有没有兴趣什么 帮人联系球队啊 做一做这方面的事儿 我说我不做这事儿 说实在是承担不起这么大责任 就是我我可以去 精心去帮你办 但是很多呢 之后发生的这些 突发的情况 不是我个人能够控制的 对吧 那到时候你们过来之后 万一有点什么差错的话 我觉得实在是对不起孩子 所以我是绝对不会沾这个事儿 江苏 江苏09 一星系啊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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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留言比较多 我们主要还是看比赛 讲我两边 因为他开场呢 还是很混乱啊 这个球踢的 来回球很多 蓝队回座 一个控制 这些时候没了 跟昨天的比赛相比呢 现在稍微乱了一点 看签证了 是吧 是组织队 对 是组织队 这哪知道 我就不要问我这样 为我关于足球的事儿吧 就是后场蓝队 在倒角 7号下来接 漂亮的这个 转身停球 回传给守门员 对 他这个镜头吧 机位看起来很多 但是他不太会切 关键是他这个角度 不是很好 他 他不如把那个架子 搭高一点 这样就舒服了 你看这个没必要去拉近的 这个角度 还是后场倒角 给到边路 左边 又丢了 我们这个球呢 过中线之后 再往前就比较难了 因为对手呢 基本上是一个低位的防守 又是7号 7号在蓝队的左路 还是比较活跃的 多次拿球 然后明天应该是这个U14的半决赛 河南呢 应该是对大连 那边是重庆队 哪个队啊 这个产球动作比较大 7号 7号作为队长 来主罚这个任意球 这个7号有人熟吗 他是一性七甲的 是吧 美洲广东 二队 一般情况 我会把一些场景 暂停或者回放 但是至今呢 还没有太多值得去回放的 谢谢深秋的黎明 深秋的雷鸣 深秋的黎鸣 顺口就说出了那首歌 深秋的黎鸣 角球开出 看来7号是江苏队的一个核心球员 看这个黄队的一个后场的组织 他们是怎么来处理 看来是中后位来开大脚 一点球谁也没有碰到 二点球被黄队中锋 拿住15号 个人摆脱 一桶 镜头又切了 我看黄队这边的身体都很不错啊 尤其他中后场这几个球员中后位 22号 这应该是后 有点像后腰啊 7号是不是带队长 秀标 对没错 只出去 王秀号 其他队员都咋 咋出来 比赛 比赛也少 少出来了 还是这草坪的问题啊 大家看一下 很稀松的 这个草 说这个马场的草也不至于这样 向前打 观察 一推 逼得很紧 蓝队一直都是贴得很紧 这样黄队 后场组织不起来 然后我们看一下黄队这15号究竟踢什么位置啊 后场球业他来发 看来也是核心 这道边路 送一个类部 中锋回接的时候还是被对手一捅破坏了 7号 7号 这个球丢了 还是丢 边路 再往前给 两个球队呢 中后场的球员的能力一般 所以 所以他们这个两边啊都是非常的这个打得很很快 但是数很多没有人快进了吗 没有没有 没快进 15号向后腰是吧 他这个位置可能不是了 22号那高一点的那个 15号可能要靠前 稍微突前一点 这边手边把球 又回给了中后位 开打脚 这个脚反没有掌握好 险些出界 第一次处理球还可以 还是打着一侧 23号 往里带 看转移有没有线路 被断了 对手到22号后腰把这个球断了 我们看一看这个球 就是如果他这个 他这个视角不老切换是最好的 哎 这是一次转移啊 蓝队呢 是吧 中后位 从这一侧把球转移到了左侧 这球我刚才说呢 脚法稍微有点控制不好 但是起码没有出界 他中路的这个 23号吧 还是32号 关来靠近接球 实际上黄队呢 在这个区域里 在这个区域呢 人数还是可以的 均等 这个边路 双方是三打三 这么一个场景 场景 我们来看 蓝队有一个人在往上插 中间这人往这边靠 黄队上来压迫 第一次出球很合理 实际上他这下呢 可以回传啊 没有回传还是要打这一侧 23号 再去往里带 往里带 昨天我们看富利跟鲁能 泰山那场比赛呢 富利的这18号经常是这么操作 对吧 他从左边经常是往里带 然后这时 他会看远端的那个右边峰 31号会不会差 18号会打一个 这么一个线路 结果23号呢 这个球他是传脚下 节奏开始比以前更多 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啊 就是 他可能是拉近的感觉 这个摄像机经常会拉近 你要多介绍 明星球员13号14号 13号等我看一下 13号只说蓝队呢 什么还是黄队 还是向前 中锋回阶 这个球没丢 快转 不转 打进去前沿 第一次出球 凑合 打了边路 7号 这个反弹 经常又长传 断掉富利 右边富利 就没啥威胁了 对 但是昨天比赛 其实富利 起的还是挺有内容 我们昨天回顾了一下 这个清超 去年那场小组赛 黄队的是吧 13号14号 黄队位至今呢 看了吧 他这个22号 应该是一个防守型后腰 坐在他往那个中后卫 身前一战 形成了一个屏障的作用 其他球员呢 至今还不是很清晰啊 他的中锋 有几次回阶 还不错 还能把球控制住 再分 蓝队 这B枪很紧啊 看局部争夺 这时候三打三 没有什么优势 又是回敲 漂亮 7号只讲 又丢了 我们看这开赛11分钟双方的这种失误啊 就是一个节奏的控制 有的时候 有时候你看特别快 对吧 是感觉很好 但是 这种一味的向前 一味的快 失误太多了 嗯 就是说需要中场球员 无论是后腰还是八号位的球员 去控制一下节奏 或者说有些转移 一点球 二点往前打 张露是吧 张露是不是原来建业的那个编后卫啊 是那个生花 后来去生花了 是吧 22号李明泽 是吧 对 没有转移 蓝队有一次成功的转移啊 黄队这边明显他不太走 可能不太依赖后场的这种出球 他基本上要打到中锋 然后找二点球 这局部 赫29号突破大门 对吧 不是 黄队呢 黄队踢的很像布伦特福德 我觉得这样的队呢 也是挺 挺值得看到 我们看一下 直接打他已经多次了 后场 没那么 没那么多 你看 这个中锋 胸部一停 还回坐给后面这个队友 可惜都没拿到 但是在这个局部 密得了一次 进区前沿的二点球 然后这个29号脚下很快了 连接打门都比较顺 就稍微高了一点 开场 开场12分55秒 主教练郭辉 哎呀 这郭辉是 也是原来 8-1队的 郭辉 是那个 这郭辉 对吗 没有这麦能做切的 这角度看还好 停 走 往内 还是边路 蓝队在这边 四打五了 已经快转移 还好一条 七号没有把球停住 还是向前找中锋 他这个二十 这是二十一号吗 他这个中锋 一个二十一号 一个二十号 两个人有一定的身材 有一定的护球能力 他一点球抢的也不错 二十九号在他们俩 身后一点 还是在边路 这个球员 主要他这老在换 我实在是看不太清楚 理事队伍 明白 这个镜头很有意思 二十九号应该打一个边路 二十三号这球落了过来 处理球要清楚 不能再丢 这扎堆了已经 双方没有 没有球员具备这样的能力把球宅出来 所以开场了十五分钟 看着非常热闹 这个球感觉也挺快的 但是效率都比较低 中间又没了 二十二号局部 打了一个 配合 没有犯规 十五号在这边 捡了一个漂亮的原射 这球是这么辛苦 我们来回看一下 蓝队呢 明显他是想从后场 这么推进 通过中后背 他的后腰也不是很清晰 跑位也不是很明显 这样都中后背来出球 他想找这个区域 队友呢 跟他想的 或者他这个脚法没有控制好 因为镜头切不过来 我也看不出 具体他这什么想法 这球一下给到了后腰 二十二号 两个人局部打了一二打一 很清晰 对吧 这样造成对手的一个慌乱 十五号减了这么一个 二点球 然后很坚决的外围的一脚远射 十五号呢 应该他的位置 他应该是八号位 或者十号位啊 这个其实这个场 这个场景就看得比较清楚 22号实际上是后腰啊 他来到这个位置 他来到八号位 然后八号位可能退到了 后腰位置来抢这个一点球 这样十号位的球员呢 也来到柳球的区域 就让他们局部呢 形成了一个人数的优势 对吧 三个人也能连接起来 本来是对手的 一次机会 想打他们这个 黄队身后 黄队的这个后腰身后 这一片空间 结果这个球没有控制好 蓝队这边 也是缺后腰 这是他的后腰 为数不多的一次拿球 我才看到 明显是组织型后腰 这种踢法 像这种搭配的话 旁边的这个八号位呢 就应该更有侵略性 就是防守的硬度 你看现在他等于是一个错位的防守 这就比较难了 我们看这个场景中 蓝队这两个身材 略显得瘦小的球员 才在防啊 对手这两个高大型的 这是21号 20号两个人多次这样的护球 这种背身的要求 然后尤其是这个点 他刚才传 他马上要传的这个点 就是我提到这个小后腰 来去防对手中锋 这等于错开了 那就比较困难了 对吧 很轻松 能让他把球拿好 这样要有一个及时的转移的话 稍微慢了一点 叫蓝队呢 疯狂在逼高位 但是对手破了 他这次高位 控制好 能不能转移 漂亮 往前打 抬头 传 可惜了 这球没有传过来 回座又丢了 15号在这区域 跟22号做了一个漂亮的二过二 再给一桶 传中非常有威胁 感觉身体啊 对抗这方面 黄队要比较 蓝队稍微吃亏了一点 小方666中前卫 对 依旧是后场的传导 看他这球能不能到他这后腰脚下 如果一位置是这几个后卫来去传导 然后通过边后卫或者中后卫向前出 线路呢很有可能被对手防死 真是漂亮的一次配合 到进区里还在配还在很细 我们回看一下这个场景啊 这是蓝队开萨以来不多的一次 打到左边 这时候黄队的压迫呢 有些慢了 这样他在这一侧 黄队这个场景很明显 他两个中锋21号跟20号顶在最前面 其他人稍微靠后 这时呢 就背对手 密得了这么一个机会 他这个23号的第一次出球很有特点啊 你看 虽然没什么观察 但是他就利用了这么一项 局部跟队友做了一个 这都二打四了 这球居然能打出来 其实这个场景大家看一下 对吧 二打四 黄队这边的防守呢 有点 只是跟着球 这个人已经在往前插了 我们的球员 尤其中场球员 一定要有转移的意识 你在这一侧形成突破之后 你能不能把球分享弱侧 其实这看着不是那么难的事 但是 你看 他完全有足够的时间 去把这球 传到 可能稍微 稍微大了一点 这个球要能打到 右边的这个二号 没呼喊 是吧 但是他这个球从左路发展到中间之后 他应该有这个意识 没有这个意识的话 他再这么喊也没用了 他再喊 等他意识到 等他听到再喘也就晚了 边路了一次个人突破 二点球 控制好 丢了 外围蓝队二点球 也丢 两边的对抗很多 但是黄队这个两个中锋 包括他中后卫的身体 条件还是很出色的 开大脚 1点 这么看这个球场呢 还不是很大 刚才呢 我看了一会儿女足的热身赛 中国队对阿尔兰女足 前五 前十分钟吧 中国队被逼得也挺狼狈的 就是现在这个足球呢 就是一个 怎么去压缩对手持球空间 这个也是很典型的 对吧 险些又被断 还好蓝队把球控制住 在后场继续传 他现在要发挥在中场 这几个球员的特点 就是中轴线 这时候后腰能不能稍微积一点 去拿球要球 其实现在他是有空间的 他要去主动要球 如果他这个点老是 没法把后场的进攻疏通开的话 那一旦他前场丢球 然后被对手打本机 或打转换这种机会 那就比较被动了 七号 控制一下节奏 很好 来 火腰拿到球 回船转移到一侧 这球还得再快点 那边早都空了 太慢了 就是说你再往里打的时候呢 他对手这压力也上了 一点球没有拿好 这边一点 控制要自己单干了 一打二 七号呢 一看九号 要自己单干了 基本上也都不动 就是我们 我们总说的就是 就什么场景去做什么选择 这个地方 六个七个黄色 双方都集中了六七个人 在这个区域 刚才大家提到13号14号都在场上吗 我怎么看了半天都没有 这两个球员好像 这13号在这儿呢 14号是不是打后面 13号给到后腰 回坐 转移啊 快转 向前找中锋 二点球 又漏了 双方争抢的 非常激烈 有边路 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 看一看这个球 有多少人看啊 现在 突然一下没有声音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球好不容易摘出来 空间很大了 8号位拿球 他周围几乎没有人啊 我看到他刚才在看中锋的位置 现在两个中锋呢 不过才在中区附近 对吧 那这时候他这个球要尽快的转 然后转完之后呢 他要迅速的往这边靠 来增加接应点 你看他这个跑位呢 就有一点 就值得商榷了 这个时候 我刚才说靠呢 不是要往前靠 因为前面已经有人了 对吧 他的中锋已经在这个位置了 那你你再你传完球 你再往上插 你俩等于重了 那你不如就在这一侧保护性接应就行了 还有呢 你看他们身后这几个人 我估计是体能下量比较大啊 20多分钟 他在走 都在走 这时候已经转移到一侧了 你们都得要往这边靠 才行 不靠 待会拿到球之后 看一下这个情况 突然一下 持球队员呢 一抬头全是对方的 然后我们那俩队友跑一个点上 对吧 没有实际增加静点 是啊 就是说他只能等 然后后腰呢 过来的慢了 对吧 就我说的 他应该在 就是说他已经 应该快速的过来 去帮助 还有这个走的 这个这些 你看 因为对手都在往里边跑 对吧 对手可没有溜达 还要硬打这一边 那就没有了 再看就一个人写 再看 7号 打得有点小 又要丢 蓝队不是很适应啊 你看他还要在这个区域里面多那几下 我们再看一下 我刚才还表扬那7号 很狭窄的区域 他做一个单车 一个 两个 然后没了 漂亮 这个小后腰 刚才第一次出球 错过顶 是吧 但是他中锋还没有 他没有差 很近当时 这个球不错 穿的 手边出来 他第一次这么处 处理穷球 没有机会回来 后腰在指挥 转移 看他们的跑位啊 中锋也往前带 其他位置看不到 哎 有人下来 接球 刚才后腰上来了 可能就另外这个 8号位 撤下来 去帮助 看那其他位置怎么跑啊 船很好 一脚往上给 也都不错 哎呀 可以 不错 转 哎呦 这球 这是一次非常好的 中后场的跑位 然后传球也都比较 及时 就是最后这下转移 没有控制好 我们昨天看这个欧冠的比赛的六浦打黄马前十几二分钟把六浦把黄马冲的也是比较狼狈的 但是之后为什么出现了一轮串这种问题呢 就是因为体能的 体能下降比较大 而且现在六浦的这些球员岁数也大了 早已过了他的巅峰期 再加上他中场现在用了一个年轻的小将 昨天的几次失误都造成了本方的丢球 所以说现在这个比赛呢 你这个体能跑动能力还是很关键的 咱们那比赛基本上二十多分钟二十分钟以后 这个明显节奏下降了 然后移动啊跑动 当然这个时候是会给双方都有一些空间的对吧 你看这时候有些机会就会出现了 为大赛而生 就是六浦这打法底变了 他以现在这些人来去踢克奥普的这种 他就是已经 而且那个比赛呢 昨天二比零之后 二比零的时候 我还是挺高兴的 我是老利物浦球迷 利物浦的小将跑子有点快快 他呢 他我觉得还是经验不足 打这么重要的比赛 然后再加上中后卫戈麦斯的这种问题 其实努涅斯踢得很好 昨天 漂亮 漂亮 冲 很快啊 黄队踢的黄队这种转换球很舒服 他们很适应踢这种转换的球 这也跟他的中后场的人员配置有一定关系啊 他这几个人呢 跑动有一定的有一定的这个能力 然后他22号身材比较好 蓝队这边呢 看他的7号有一定拿球 包括他边路这23号 哎 后腰拿球转 这都还好 快 然后移动到这一侧 都是贴身了 就是我们看到贴身 或者被包夹的时候 就说明我们 这个球转移的速度还不够 你看他这个22号凶狠的 哎 马内都 马内翻不起浪 灾难级表现啊 这个还行吗 扭几次 我觉得前20分钟都还都还可以 后来我还很多都是体能 体能下降造成的 给到中间啊 现在空间都比较大了 看他能不能打出一些 配合 再给右手啊 你看他们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这已经第二次了 后腰呢 之前在他的位置 然后一旦这球转移之后 他往上提 他的13号下来 13号再下来去接 刚才有一个场景也是这样的 对吧 一模一样的 这是一个套路 再给到边路 然后看其他人的跑位 这时候他们站稍微点平 没有层次了 队友在找吗 因为他这个三个人跑的 尤其是这个20号 他应该迅速往前 然后这22号是不是也去找一些别的空间 还好 蓝队的防守已经有点跟不上了 绝不轮转 对 至少两个就球 是不是第四个第五个球 我记不太清楚 我最后下半时我就2比4的时候 我睡着了 哎 20号又是在这个区域 有点意思啊 他们这有点像 嗯 欧洲的球队的一些做法 后腰往上提 然后祖星前卫落位去接 漂亮 抢的 重货位往前带 给到边路这球没听好 空间转换能力 可以 哎 就像黄队这种提法呢 你这个硬度一定得跟上 你的跑动也得跟上 你要是被人家拖垮了 那就比较 这球踢的就会很累 尤其到下半时 他们现在基本上已经都跟不住了 对吧 蓝队 很难了 他的中场的防守 拦截能力啊 包括他的对抗 就大家想象一下 类似于这样的比赛呢 他们要每周都能打 啊 每周都可以打 这么一场比赛 那种那那个提高 就可想而知了 中投货位在这个区域还要带 结果说他也是不得已 实在是没有传球点了 这队友呢都已经累的不行了 也都不跑了 所以他只能在过了中间 还要自己再去 做一些 不合理的动作 打了进区里 控制住 分边 最后呢 强断是吧 其实利物府呢 昨天有几个球 一个萨拉的那个球 还有哪个球 他们要能把这个比分变成3比0 那就不一样了 因为感觉他2比0的时候呢 还要 他就是想把他置于死地 他也没有什么 战术性的这种回收啊 你这个边路的阿诺德 他一对一的能力 防守能力根本都不行 后面那俩中投费的 戈麦斯呢 也都是一堆问题 所以你的空间一旦给对手 创造这种个人的持绣功 那就太难了 包括这个上来 下面上上来这个脚球也有问题 这两个队前一天踢了16进8 第二天直接踢这场 都没劲了 这对 就我能理解 虽然说这种比赛 我不知道这他们踢的第几场啊 是隔一天踢一场吗 还是每天都踢啊 三七四 看来你挺熟的 你看他的中锋的这种啊 根本总是对手这小后腰来去防他这大中锋 你看又是这样 又是这么一个错位 对吧 那人家这个黄队的非常有针对性了 今天他上了两个大中锋啊 一个人稍微靠后一点 你看他基本他没有任何 起不到任何干扰作用 是按个每个人 好像第六场 估计三天两场是吧 就中间他能歇一天也行 如果连着踢呢 确实稍微有点累 容易出现伤病啊 这什么比赛 就是昨天我们看的 青少年足球锦标赛 锦标赛 优十四组 四分之一决赛 这也是昨天的一场啊 昨天的这个叫陆波 明天下午三点对大连 大连是哪个是什么是直接职业俱乐部的吗 现在球7号上去接 但是这个就一个点在动就比较难了 还有我们这个球能不能发稍微快一点 本身球场就不大 我们这么看一下边线跟那个进区进区的这个边线 实际上没有 不是很 没有多大空间 9号自己单干 还单干 下午3点15减7就是8 大连门将可以两场扑出去四个点球 怎么队形对什么阵型啊 黄队这边看的比较清楚啊 他这个四后位 然后他22号是一个后腰 加上13号 还有15号 这是6,8,10 前面顶着两个中锋 大概是一个45,1 他两个中锋 21号会稍微靠后 或者两边 或者你说这442 不是他不是一个4,32 他还是一个45,1吧 比标准少3米是吧 这是多少 15号咋样 15号可以 他 但是他我觉得他挺挺搭的 跟那个队 我不知道他原来是不是在这个队踢 没觉得有多少这种不适应 就他这种风格呢 也很适应这个球队的踢法 打比较循环 利用身体 本身他这个球员的身体素质就在这 你像蓝队这边呢 他就有点 队员的类型 都差不多 你包括他这个后腰 跟昨天那红队重庆的后腰比 是不是 实际上是同一个类型一个踢法 但是两个人 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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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15 蓝队这边呢 就是他中间是18号 是作为一个主持人后腰 然后他右边是一个7号 然后左前方是23号 大概这么一个 咱至今他这球打不过 打不过这个 基本上还没有射门的吧 对吧 到进攻三区就没了 这是一道大门 90乘65是吧 90乘65还是有点 小将的 对 我要是主教练 蓝队这边 我就把一个中后位 推到这个6号位 让这个18号去打 18号再往前提 要是你呢 或者你打一三中位 要不他这个两个中锋的把你弄的 实在是 太被动了 再加上本身我们的中后位的球员的 属性都很 很模糊 然后综合能力也一般 所以打双中位其实不容易 重庆是昨天我们看的 昨天对星辉那场 河南打5后位 不是不是 应该不是好像 哎这是他的一次定位球的机会 其实所谓的阵型都是 是死的 关键是你的球员去怎么理解 跑背 点球都没有抢到 哎呦 这下是挺悬的 进区 进区外一点 天河南主教练练麦 说了他们打5后位 我怎么觉得他们是4后位呢 打绿城是5后位 打三中位的很容易就能看出来了 来这半场结束 嗯 倒哎没有还没有不好意思 不是还挺长啊35分钟的比赛 大家大家大家看一下 刚才谁说5后位 这很明显啊 4后位 对吧 他现在就是这13号有的时候 这个位置呢 跟22号还会有不同 他们俩老会换 你看22号呢 他会协防到这边 啊 这4后位我就不说了 你们自己看吧 那这边就是 传球啊移动的问题 我这也给了一个任意球 有想打一个快的 传道进区里 顶到 行半场快刀 下半时看看有没有换人啊 哎他换了以后腰朋友们啊看 蓝队这边把这个18号不知道是推上去了还是换下了 6号上了 这个身材呢 好像也挺瘦的 咱们看他防对手这个这个高中锋怎么样 18号是不是上去了 没有18号应该是下 12号7号 黄队这边应该没有什么调整啊 贴身又没了 就是很他这个黄队这22号啊 你别看他是 后腰这种踢法他现在被前提到8号位 他的这种扫荡型的防守呢 使得蓝队这个传球啊 基本上过不了中线 不犀利的这种奔跑 又来到这一侧22号 现在15号被顶到了 没有那是一个瞬间的他们前提 哎这个球传的很好 就刚才15号顶上去之后呢 中场实际上少人了 就这个点 你看他 他出现在了 这个位置 那原本呢 他应该稍微靠后一点 这时候瞬间蓝队在这 有这么一个空间可以去发挥 船在打身后可以 去不争抢 25号是不是新上来的下半时 哎 这段啊 蓝队有一些机会了 现在他把 他可能把一个中锋换下 15号顶上去了 对不对 21号跑哪去了 上了一个9号 看15号现在顶上去了 都贴身对吧 让你很别扭拿不好拿不好 没机会了 后腰在这个区域 险些 中锋回接 中锋回接没有给他 实际上可以给啊 刚才蓝队的9号 又是这种背靠 黄队的防守硬度真是真是可以 到时候看看这个队打一些 强队的时候 这山东这次是没有参加吗 还是怎么 包括复利那边 包括复利那边 边路 蓝队新上来这个后腰 感觉身材就稍微好一点了 看刚才他抢一点球这个架势 但是对手换人了 你看看 黄队这个调整还是挺好 他总是战先 他总是抢在地步 蓝队换六号是为了去扛他的 两个中锋的一个 一个是21号一个20号对吧 但是呢 人家把中锋给换下了 换了一个9号上来 把15号往前提了 就看这个蓝队会不会适应啊 而且黄队肯定是有意回收 要打一些反击 哇 这太太狭小了空间 这这么来怎么行啊 回座 山东没有参加是吧 那恒大 恒大应该是广东 福利不知道怎么样啊 包括什么成都啊 四川这些 就之前我没有看过 他们的这个清超的比赛 这几个球队 有些球员咱们也聊过 有些球员咱们也聊过 又回街12号给他转快 看这个球速就慢一点 打法实用 对他这个防守硬度可以 而且他有高中锋 再加上他这个22号 如果人家就是一个社会俱乐部的话 那挺不容易的 教练员是谁不知道 刚才谁说是什么 张璐还是谁 星图对江苏 下半时节奏就趋于这个 12号回街又丢了 李广涵 教练员吗 刚才不是吧 刚才说的是另外一个吧 对浙江那场 那没有有视频吗 我好像没有找到 其实我挺想看这场的 因为浙江就是绿城 对吧 绿城的比赛 我们看了很多了 所以想看看 就是他这种就是 国会 就是 叫什么河南 不管什么河南星图了 就星图这种打法 我觉得通吃所有国内的 我不知道他们打小将会什么样啊 就他现在这种 倒是打小将 两队可能会叫上 都很像 但是他的边路 个人能力 没有 没有太看 他29号是有一定个人能力的 左边这个没有太看到 蓝队就太慢了 你看他老是在这个局部这儿 叫较劲 你看他这多明显 朋友们就是我说了 你们的这种转移球呢 倒这儿吧 你看多慢 对手四个人已经上来了 你们本来是一个转移的机会 按说不应该了 我想这样解散 不是低级出身 我觉得黄队对蓝队的研究还是挺透的 反而蓝队这边的准备呢 一般或者他确实没有球员 没有这种还需要的这种类型的球员 你看他的7号啊 12号 包括小满世界23号 身材啊 包括身高 踢法都挺像的 其实就这25号啊 他怎么会踢边 我觉得他应该 他应该往里顶 他老在边路这么着飘着 哇 这裁判顶了一下 好 两个人争 还是一点 就是蓝队要老这么踢的话 这就比较被动了 他不擅长抢这种一点 二点都比较难 身体呢 不如对手 老陷入这种纠缠 实际上消耗太多的体力 他打的应该还要再快一点 他最后肯定是被拖垮了 攻进去 是攻不进去 最主要他这个 这肯定最主要还是球员的问题 没有特别合适的 有些位置 我们在选择球员的时候呢 真的得多样化 因为这个11个位置呢 他所需要的各个位置的属性是不一样的 你不能说所有的位置都是进攻线上的球员 这地角外围打门 看一眼这个球 这外球指出来 向上 被断 这时候突然 这边有一个空位 中场90级没错 在英国读体育馆里 还建议当翻译 就看蓝队这边有什么调整了 反正他换两个人呢 效果 效果一般 看他唯一一个身体好的 我觉得是那25号 他能不能再往中间靠一靠 比如说他去争一争一点球 他的对抗也有 看中后卫在找后腰 后腰之后要动 快快 看听球稍微有一些瑕疵就没了 对吧 就是黄队呢 给一圈灌输这个 这种 这种防守的意识还是挺好 挺对的 很对路的 这现代足球就是应该这么踢的 你不管你体能怎么样 我们就要去尝试 去尝试挑 就是挑战一下自己这极限 蓝队呢 经常是一个人陷入对手 两个人的报价 这一场能换几个人 有人知道吗 这个比赛 他黄队下半时是不是打三中位 二九号打一个编译 我觉得还是身体的问题 还有我们平时打的比赛 是能老遇到像这个 河南星图的这种踢法的球队不 还是大家都是那种 所谓的讲究技术啊 传控 但是呢 一碰到这种强硬的防守 基本上就没了 你看他老是陷入到 跟对手这种局部的纠缠中 实际上这是他最不愿意 我刚刚看十分钟 现在几比几了 那些切实心人 我看前十分钟被逼的 哎呀 常常有牌 这给这什么球给跑 没觉得这个怎么怎么样 刚进了一个被吹了 是吧 这比赛是在西班牙踢的 是吧 星途也是强队 强如星辉也被重庆干掉 我觉得那个比赛呢 就是 就再次反映出来的 这个中国孩子不愿意当守门员 当守门员 就是守门的太少了 所以就是缺到这么一个地步 这次湖北浙江重庆大连都挺强的 这人 这人强摆的有问题 强摆是什么意思 现场解说说的是守门员出击失误 然后冲撞门将 门将老问题 按说不应该 中国这么多人 找不到一守门的吗 对 有朋友孩子是练守门员 那真应该来波兰啊 波兰可是出门将 尤其是华沙 华沙来基亚培养 多少个门将啊 把小将的小毛搞过去了 太低了 海基女说在前面 估计世界各月会是什么 是吧 19号可以 对 这 19号 昨天说了 欧阳尔 全清超 这个年龄段 中场球员中 踢的最像欧洲孩子 对 石青丝尼 石青丝尼就华沙海 发比恩斯基 然后博鲁茨 现在这叫什么托比亚时 这都是 这都马上要去武大联赛的能界了 最主要呢 我觉得我们不愿意让孩子可能也不愿意守门 因为守门员有的时候是需要很 很强的心理素质的 就你这种挫败 你怎么去 呃 去抗压 然后去面对每一次这种失败 有了孩子就不行 有孩子就崩了 有了孩子呢 他就就是有这种坚韧的劲 他蓝队上来这六号更像是一个后腰的踢法 我们这个球踢的都是给脚下 完全都被贴死了 这个还在传 嗯 最像欧洲队外万象 主播在波兰 对 能量挺好 三场点球 铺入六 我去 你从现在就这边看知道咱们什么水平 孩子都想当前锋 没错 但是在这边呢 孩子真是挺挺喜欢守门的 其实你你早期早期当守门可以练很多东西呢 一个一个是你一个气质 你这种在场上的沟通的能力 指挥的能力 嗯 还有反应 对吧 你怎么去利用上半身的一些动作 新是看出来阿斯那时候我驻太冷 后面需要我用在哪里 那么那个时候一般越老越有 对 这倒是 但是也跟这个 美国家的足球踢法 是有关系的 就是他这种防守反击的打法 所以就是老是被动挨打呗 门将就是能够经受住考验 蓝队的转移太少了 只是打一边 但是人家的防守早就已经到位了 你生这么打 很难 你除非有超强的个人能力 或者局部一种摆脱的能力 你能把贴身的防守 你看老是一对二 老是被包夹 对吧 这已经重复多少次了这场比赛 4号也可以 身体素的 和欧洲同龄比 怎么比呢朋友 22号刚才这个控制挺好的 看一眼 你看他这个防守 到56分钟依旧是这样 好不容易可以有转移了 你这球传的 你说要往回呀 这球 他身后应该还有人 你这么传 远端打一个长的也可以 回 向前给中锋还是能拿到一点 我觉得双方差距在就差在这个奔跑能力上 这是插在身体上 蓝队是身背拖垮的 他平常遇到对手绝对不是这样踢的 你能看下来 红的有点英超的凶悍 我不是说吗 有点像布伦特福德 打了母后背吧 下面实好像好像啊 确实好像他们变了 每天都有直播嘛 这周时间多一点 因为孩子放假了 对他下面实 我说的29号已经打了一边一位 上面实是一个边风 三种尾线看的还比较清楚 水域上这个计算数随便赢了阿尔兰没问题 潜力比本福色要高 本福就是什么 他男孩子的特别 其实这个不是应该 这不是应该最基本的吗 你说是不是 拼抢 跑动 不犀利的这种跑动 你说踢个球不跑 溜达慢跑 没有任何的意义 还聊女族呢 女族也是身体问题 这个被撞了一下 还有就是像蓝队这种特点的 这种球队呢 他踢的时候一定得聪明点 他整场比赛多跟对手的节奏在 在干 对吧 他一定要找空间去 多转移 25号 你看大家看这个 这我常说的 其实他很好 他挪位 观察 对吧 结果就这么一下 球 没挺好 是不是 但不在 这个他在练 观察之后 挺球 很少 这种比赛很少 我看到投影有观察 提前观察 喜欢流利 凡事不做到极致 这跟我们国家 你说什么有关呢 没有发挥出来 还有这个 关键卫士的球员 7号实际上开场 有那么几次挺清楚的 后来也都被陷入到这种纠缠中了 就是他抵去 他不能跟着对手 去硬来 他硬来 那你就是只能是被拖垮 很有激情 这个朋友 这是什么红杉 是吧 你是看了吗 这个比赛 你在哪里看的呀 我怎么没有找到录像 看教练就明白了 对 我知道 星途应该是进前四了 是不是 2034 微博 个人平台 什么个人平台 直播了吗 我没有看到 因为他直播应该有回放的 对 这个旅程 家长直播了 好 家长直播那视角 他那个视角怎么样 能给分享一下吗 他这个号 个人手机 差 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我是蓝队的教练 我就把这四号 往中间放 让那个四号去跟对手去干 厂外对吧 25号往中间放 哎呀 这个球传的 很熟啊 他这个黄队这种打法 中锋回座 侧影 14号应该是后上 他这种球员还是很多的 视角不行 行 其实这样的比赛呢 球队自己都应该去录 也应该去拍 哎 七号要求 还是没有 对吧 他一接压力就上了 这个河南星图呢 真没准能进 我觉得能进决赛 这么听 然后决赛队什么队啊 那边 没什么变化 对啊 就是他 你说教练员也应该都清楚啊 他的问题 关键球员的属性相似 还有其实像这样的比赛 他可以稍微做出一些大胆的改变 尤其上半时 他那个小后腰去防对手中锋 几次错位 这种场景呢 足球少年是吧 行 谢谢 足球少年 哎呦 这真是张鹿 我呀 河南 我记得河南建业有一年还打过压惯的吧 零几年 什么张鹿啊 当时那队还要谁啊 嗯 徐什么 徐阳 给 再给 很熟啊 非常熟题的 小晓智 对 当时打日本的 日本的哪个端下记错 记不记不起来 你看他们那个球踢的 大板更棒啊 大板更棒 这是我 哎呀 陪陪拍这些比赛都撵出去过 其实要是无人机的话 在哪都可以 就没有限制 要有限制就麻烦 就类似于他们这种地方 飞个十米应该没问题吧 就让你背身拿就转过了 关键是你怎么 就不应该是背身拿 对吧 那你得多提前去 去想去怎么移动接球啊 是不是 都没有 没有什么太多聪明的 有想法的无求移动 你看反而是这个河南上半 是有那么一两次 他的这22号跟13号 一些换位轮转 还是挺清晰的 这都是平时训练的要求 当然了 就是你再怎么要求 你这个球员 不能胜任这个位置 也就是我之前说 这个位置 位置职责 位置属性 这么大 他26号是一个中锋 17号 这都是后上的 站着等步跑动 就是他也有类似于这样的球员 只不过呢 他就平时不是这么大 你看这个也是25号用身体的一扛对吧 约备了 我们经常说三三的这个局部的三打三四打四啊 这些都是五人支持时候应该去解决的 这稍微卡了一点 好像有对绿城进球视频是吧 行 我倒是看看 这些也是他们在 就是手机拍的 是不是 其实河南松山龙门这个队我挺喜欢的 这是不是有很多河南的球迷啊 现在直播间里 这个赛季中超的比赛 松山龙门我还是挺挺关注的 尤其从暑假开始 官方排了 哎 那怎么没有全场他不给不给回放是吗 也就是他也就说他们录像了没有直播 像这个王上元啊 还有他身边有几个年轻的 年轻的球员 而且阿德里 对阿德里安也是波兰人阿德里安原来俱乐部就在我们这个我们孩子俱乐部对面 但是应该是不是下赛季就还在河南吗阿德里安 参赛队可以拿到视频是吧 不在了那他去哪儿啊不在了这么大岁数 其实他这几个万元的跟球队体系还是挺搭的 但是不知道后程出中就是暑假之后没有怎么看不知道后来是怎么什么一个情况 最后排名就下去了 最后排名就下去了 为什么他平时就这么踢的他们平时就这么要求 所以你突然就是 他比如他这个队打小将 他应该不会出现 太明显这种体能的问题 确实 两球一种 秦赛球员太多了 是吧 其他原因 原因 我最后一场就是 去年的12月底 河南打生花的那场 看了一下就跟之前不太一样 包括王上元的状态 也都不如夏天那会 有完整的东西 他们清超也进半决赛了对吧 哪天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清超对 绿城的那场应该是 不是他们打的是山东 真好 所以说连场外因素影响 然后对对我记得好像 那个外援的事是吧 太小 这就是T的 多慢这个给了 应该再快 差点都赶不上比赛了 是吧 挺好 这队踢的 有特点 我们看清超的比赛看了一些了 成型的队不多 对吧 你看这个队在打什么 打什么内容呢 游队看不太清晰 最主要他的球员也是 不是很 不是很搭 就是他 他所在那个位置呢 并不是他应该出现的位置 但是因为没办法 别人还不如这个 所以就凑合 凑合在这个位上 踢 那整个 如果这支球队 11个人 有一多半都是这么一个 情况的话 那你这个球队踢出来的内容就是 似不像 这不是很清晰的 直播镜头切的太差了 没错 这个昨天我们已经领教过了 但是没办法 这已经比手机拍的舒服了 我们现在也在 新途练最强调防守印度和吴修宝 这太多了 我之前没有太了解这个球队 就只是听说嘛 看直播 听那个董老师直播有时候聊 前年就是他们09 那次2034被看过 但是那都是8人制 还是9人制 11人制没有 这是第1次看 清朝的比赛呢 也没有 也没有好好 哪天我们看一眼 他打泰山 他应该输给泰山了 对吧 半决赛 看他的也很熟啊 你看这个换的一些人 基本上还都能打出来 他的选材也有意思 就有的时候呢 我们的选材呢是 先想当然挑了一堆 然后再把它拼凑的 拼凑或者说摆到这个场上 1111个位置时候才发现 哎呀我这缺防守行后腰 我缺一个能跑能抢的 我这上面这几个人都是一个 都是一个特点 一个属性 不好意思 这已经重新来了 这个比赛 新竹半决赛输鲁能 三四名输绿城 三四名输绿城 那我们可以看两场 对鲁能那场可以看 三四名对绿城那场 应该都有吧 回放 还不是人家一个镜头的 是 我喝点水 然后我们待会儿看看 再看什么比赛 还会儿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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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